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下午在中南海迎台 会见了来京述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听取了她对香港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情况的汇报 习近平说 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局面最为严峻复杂的一年 面对各种困难和压力 你坚守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依法施政 克尽职守 做了大量艰苦工作 你还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 辅助企业 舒缓民困 认真研究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对你在香港非常时期显示出的勇气和担当 中央是充分肯定的 习近平强调 11月14号 我在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11次会晤期间发表讲话 表明了中央对香港局势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我们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决心 坚定不移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 坚定不移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 坚定不移 习近平表示 我们将继续坚定支持你 带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 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 坚定支持爱国爱港力量 并希望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团结一致 共同推动香港发展 重回正轨 韩正 丁薛祥 杨洁篪 郭升坤 尤全等参加了会见